纸箱是床褥,街边杂物是游乐场 你以为是流浪猫 实际上他们是香港老店专属的看铺搭子 香港铺头猫 单货店,药材铺,杂货店,猪肉档,水果摊 处处可见他们的踪迹 我作为看铺的搭子,却时常不认真工作 不是假模假样帮忙推箱子 就是趁人不注意坚守自盗 又或者累到打哈欠,倒头就睡 和友甚者直接在前台谈起了恋爱 在日夜相守之下 有些猫咪跟店主的性格越来越像 有的一脸霸气,有的佛系到底 有的脾气似乎不怎么好 还有的就连闻东西的节奏都跟主人同步 这些生动可爱的香港铺头猫 再次偶然间闯入了华南摄影师马赛尔的镜头 此后五年里,他游走在香港街头 拍下两万张猫片 在记录猫咪地道港式生活的同时 也展现出香港市井小店特有的人情味 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仿佛有写不完的故事 他们共同生活在了旧的店铺里 在杂乱无章的环境中孕育着自己独特的文化 而这些充满温情的猫片 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看香港的一项窗 高楼大厦之下看不清香港的真实样貌 反而是这些被挤压了生存空间的传统店铺 更能代表香港独有的人文风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